大家好 我叫周千钧 今年28岁 来自上海 莫菲老师好 周强 两位老师好 你好 你好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女嘉宾都这么漂亮 谢谢莫菲老师 24位女生 对周千钧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周丽莎对她印象 我是很高大 那个不知道你的肌肉怎么样 肌肉一般吧 因为你穿那么多嘛 所以我完全看不出你的线条 以后以后有机会的话 会给我女朋友看 我还以后说以后有机会 我专门给你看 那不行 你的肌肉怎么样 22号 男嘉宾 你是成熟稳重型的吗 五年前不是吧 现在稍微好一点 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类型的 我想多留意一下男嘉宾 谢谢你 谢谢你 看低调片呢 我叫周千钧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各地的精英都会来 自然而然每天接触的人也很多 就像我从事这个销售租车的行业嘛 每周我都会见到很多新的客户 交集的话也会广一点 都会来找我做伴郎 已经有差不多11次 第一点的话 你本来就要付分子钱嘛 他给到我 我在付分子钱就可以抵消了嘛 第二点呢 我觉得我做过你的伴郎 你会值得我 未来你可能会帮助我 我在外表上是一个分享性的人格 我更多的可能会分享一些 更开心一点的 去哪里玩啦 或者又买了什么新的东西啊 但是直接发不分类的话 肯定就会有一些傻 更失几个组啊 大客户的话 我们那里都不穷玩的 只发工作的 小客户的话 我可能会因为我们是诞生嘛 让客户发一点感情上的感觉 他们就会说不定帮我介绍 上海的话生活节目比较快 物质上的压力也会很大嘛 所以很多事情的话 都需要劲打牺牲一点 比如说网购 这种人就属于 不会冲动消费的类型 男的和女的不一样嘛 但男的可能 更多的她是更理性化 去与她自己的目的性 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女孩子她可能会觉得 我买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很漂亮 那我要不要配个裙子啊 就买了一件裙子 配好裙子 配好衣服她就说 我耳环要不要再买一个啊 她配个耳环 买好耳环之后她会觉得 我这个 好像头发的颜色好像不对 要不买个染发膏染液 她自然而来就会一整套的消费 其实马云费货的话 中国百分之八成的女性 是支撑她这个事业嘛 你那一长串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你怎么对女人的消费心理 那么了解 因为我是做企业客户 面对的 比如像行政采购女性比较多 所以说就会对女性了解一点 女人的钱好挣吗 相对来说好挣一点 但其实挣钱的是男人 不花自己的钱肯定比较快乐了 3号 刚才在我那个VCR里面 您提到这个朋友圈 您就是不提倡不分组的形式 直接发的形式是吗 我没有不提倡 我只是说我会这样做嘛 你比如说我今天不开心了 发生了心情不好的事情 如果让我父母知道 他们也会担心 因为有一次的话 我是因为我有鼻炎嘛 我也有 你也有啊 我很严重 这个不是好事情你不要有了 人家有病他也跟他说喂 因为有一次我在床上发 我鼻炎很严重嘛 就是很不舒服 然后发好之后没有分组 我家里人看到 然后我爸爸马上冲到我的房间来说 你什么事情 鼻炎了 明天要去看 我不想让我父母担心 我也是 他也是 你这么巧啊 不 我跟你不一样 我只分两个组 就是一个是给爸妈的 爸妈的 就把爸妈屏蔽 其他人都无所谓 爸妈一个组 其他人一个组 对 庄继闻 男嘉宾你好 假如说我们两个确定男女关系了 然后在感情上 如果是在朋友圈屏蔽这个功能 我觉得是一个挺可怕的功能 如果你有女朋友了 你会就是把她大大方方的介绍给 就是你身边的人啊 或者包括你的父母什么的 你们怎么做呢 生活被你们搞得好复杂 因为网上有一个段子嘛 就是说有一个人谈了一年恋爱 每天他女朋友都收到他秀恩爱的照片 对 其实就他一个人 对 是仅对我可见 是 我也是受害者 你也是受害者 所以说像我最主要的是 我谈恋爱的话有一个特点 我是会把我手机密码 会给到我女朋友 所以说我分组不分组他都看得到 所以说没这方面的问题 他不用担心 你一交女朋友就把密码告诉他 我这个人比较 因为我以前谈过一段恋爱五年嘛 我们密码都是互相知道的 所以我一直希望 也能找到这种单纯的 你觉得这样就是 表达了我的那种信任 无私和坦荡 是吧 对的 对的 两位黄老师 你觉得你们这个和 另一半 另一半之间会说 我把密码告诉你 你把密码告诉他 就给我我都不要 我也不想知道 黄磊 我跟我老婆是一个密码 因为都是我设的 黄岚为什么 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对的 我也是这样子的 我不会要求他的密码 我也不会把我密码给他 对 小倩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关注的点到 不是微信这个 我关注的是 您做过11次伴郎 哎 有一次 我特别好奇 对 因为在我们北方 有点讲究就是男孩女孩 但凡是未婚的 只能做三次伴郎或者伴娘 不然的话就是 要么嫁不出去 要么娶不到新娘你知道吗 她不是还没娶了吗 所以我说您那边是 当时一次伴我 是什么感受真的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第一的话 伴郎的话 一般新郎会给红包嘛 那你说有人叫我去 我本来要给红包 他叫我做伴郎 那我不是可以省一个红包吗 对吧 我做伤手精打十算 你就是为了挣钱 去干这活是吧 没有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觉得最主要 你人一辈子 可能只结一次婚 他既然邀请我 做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没有理由去拒绝他 而且我觉得 人未来能不能幸福 能不能找到另一半 和这个其实 比如说做三次四次五次也好 没有直接关系 你说我们这一辈子 做个一次两次 多一点两次三次有可能 但为什么你有十一次 你有这种伴郎气质吗 有一点帅帅的 专业伴郎 应该具有哪些气质 才能当伴郎 我觉得就是首先要 就是感觉帅帅的 放在照片里会挺好看的 第二个应该是有种 忠诚的朋友的感觉 人畜无害 对 说明他也很会交朋友 很多人都信任他 因为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伴郎是选了他 那可见他们的友谊 是多么地老虎 还得有点酒量 对啊 对啊 对 伴郎还得帮着挡酒呢 对 还能喝点酒 咱俩可以给人当伴郎去 酒量还得 专业的 还得负责收红包 人品得可靠 你收了几万块的红包 你到处自己灭了一半 但是人家伴郎有一前提 他得是未婚的才是 对啊 你们两个适合 做婚礼主持人 开卖一下 开卖一下 专业的这个 我们这还干不了 因为容易给人说散黄了 9号 我就是想 让你当伴郎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你交往的朋友圈年纪 会比你实际的年龄大 是这样吗 也没有啊 基本上同龄的都差不多 因为我一个寝室 六个同学 已经有五个都结婚了 哇塞 就剩你一个了 两个同学都已经 哦 太多养好了嘛 所以说我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再过几年 已经有三个都离了 来 看下一条片子 读书的时候 好婚一个五年的女朋友 那个时候 对金钱的看得很淡 比较真诚 我在一起就很开心 毕业之后 双方压力也大了 她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就比较幼稚 不是很成熟 选择和我分手 分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难过 但是我还是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就写了一份 未来和她在一起的一个计划书 里面也写到我自己对于工作的规划 她也是蛮感动的 但可惜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她的这个心 后来她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个女生 觉得很聊得来 但是我发现她年龄上对我有所隐瞒 我本身是没有太多的介意 但是我觉得诚信是比较重要的 我这个人说话也比较直接 有什么会说什么 有时候不知道哪句话得罪着她 她这个人比较极端会立马消失 更夸张的 她可能会发一些自杀的割腕的图片 我觉得长期以往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选择了分手 通过这个事情也不再玩这个交友软件了 谈恋爱的话还是要找一些靠谱的 我希望未来找的就是我手机给到她 她手机给到我就可以护身对方异性的 我上班也很累 已经带了很多面具 我到家里都没有权力来翻自己女朋友的东西 我觉得没意义 做任何事情她都无限支持你 是叫灵魂伴侣 太难了这种 但是我还是会找 如果找不到那就不要接了 我觉得没听得太清楚 是不是有一个女朋友隐瞒了年龄 对的对的 隐瞒了多少 比我大四岁吧 但是和我说比我大两岁 但是我觉得诚信度比较重要嘛 其实年龄倒不是最关键 女大三包进砖嘛 那人家B说她回到家里 希望能够看对方的手机 两个人相互删异性的 原型上是 我觉得这是两个 像两个患者一样 白天出去了 各怀鬼态的一对男女出去了 回来之后 我觉得这女人不可靠 按手机拿来我看 删掉这几个可疑 她说这男的出去 也一看不像个好人 拿过来手机把这个删掉 你们俩每天都这样 心怀鬼态的过一辈子 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不是我的梦想 每天回家的一个仪式就是 来 我们把手机都互相交换一下 手机亮出来 每天互相把 你看见不得人的那些东西 都删一遍 这就跟那个上医院 要进那个手术室 浑身削个毒一样 这可能没听说过 还有这样的 过来 我觉得这个每天回家 互看手机 互删什么异性 这个太变态了吧 真的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 然后他就是对我特别不信任 然后他就把我的微信密码破译了 就把我所有微信上 疑似男性的都删了 我就不知道 这些人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 他想得到什么 他可能觉得 我就会不能跟别人联系了 只能就是 就对他会一心一意的 但是我其实对他是一心一意的 其实你还有第二手准备 删了这个之后 你还有背包幕 其实我还有另一个手机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 对自己不自信的表现 这有病 不是 不是 他不是不自信 这种病态 是智力偏低 就这种智力就别谈恋爱了 以为把人删掉了之后 他就没事了 当然就是这样 一个少男少女 在青春期青春萌动 刚刚出社爱河的时候 有嫉妒啊 有怀疑啊 有迟疑啊 有焦虑 这很正常 有时候希望知道 这是对方的隐私 他其实出去没联系上 是不是有别的男孩了 这可以理解 但是到了一定年纪 说我觉得过了18 9岁 进入一个成年人的阶段了 你正常的谈恋爱 你正常的跟女性交往 你去查上手机 删人通讯录 这个都应该先去看病 它是心理上的问题 是控制欲 对 强迫症 这种不能纵容 而且马上分开 将来它会发展得更恶化 刚刚不说它里边还有一个 歌腕 玩歌腕的嘛 对 这种都有毛病 而且我确实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 他是一个男的 然后他同时交往了两个女朋友 他有两个手机 然后他有一个手机 永远放在车上不拿回家 然后有一天他喝多了 都拿回家了 结果就被发现了 然后两个女生还见了面 这种事吧 一般那种八流电视剧的编剧 都不干我想这么编 这种又是另外一种 这种就不是俩人闹 这就是胖于渣男了 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 这种互相给密码的行为 或者刚才像我们女嘉宾 说到那种破译密码的行为 我真是特别地不提倡 因为我有一个 比较疯狂的前男友 他曾经把我的微信QQ 你的疯狂男友 你那个就叫犯罪分子 是的 破译你那个就是掐脖的那个吧 对 他包括把我的淘宝和支付宝 我也全都破译了 你想把你摁在墙上抽耳光 还打电话打三次报警 那个报假警 他就是涉嫌犯罪 是 是 然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觉得互看手机 也不是什么特别 让你会互相信任这个问题 因为我曾经就认识有一个男生 我们两个没有谈恋爱 但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这个人真好 他什么样的社交软件都不玩 后来偶然的一次我发现 其实他是玩的 他是这样跟我解释的 他说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因为我每次去见你之前 都非常认真地把这些软件 全都卸载掉 然后回家的时候再下载下来再看 我不会让你知道的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是间谍吗这种行为 如果放在民国时代 大家非常有用 现在就没有用 看一小铁吧 为人也比较真诚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失恋了 大半夜还跑去开导 安慰别人 比较喜欢拖时间 然后我们经常出去玩的时候 等我们大家都到了 他还没有抱 他是个脾气非常好的人 平时我们如果开开玩笑 或者是黑他什么的 他都不会跟我们生气 然后还有点呆萌的感觉 还有四盏灯有问题吗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商店 灭掉两盏灯回来 有请22号 24号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来看大屏幕 6吧 谢谢 今天两位女生的约法三章 24号说 双方要相互信任彼此 终成大事上 一定要共同商量 吵架的时候 再生气也不能说狠话 绝对不能有家庭暴力 22号 自己不喜欢管着别人 所以对方要诚实安分 共同维护简简单单的婚姻 暂时不要跟父母同住 可以接父母过来短期陪住 以照顾饱饱 他就说的一套一套 他连饱活的事都想好了 对对对 一生只睡一个人 来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做销售 平时加班很多嘛 有可能会加到七八九十点嘛 工作日会比较忙 到底几点 十点 七八九十点 所以说有可能 比如说约会的话 双休日会多一点 会不会介意工作日的时间会少 一周可能就一到两次嘛 约会一周只有一到两次是吧 是不是介意 来 说不介意是假的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介意 因为我还是比较的粘人 24号 我平时工作的话也比较忙 然后下了班可能会去健健身 我觉得在周末约会挺好的 细水长流嘛 好的 谢谢 谢谢 听完两个女生的回答 你可以做决定了 你的选择是 到女生旁边吗 是的 你就领她走就行了 恭喜你们 这是男女嘉宾 获得了天猫送出的 双十一晚会的邀请函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马尔代夫旅游大奖 我当时发现男生选我做心动女生 给我们非常的意外 因为这么多 这么多人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心动女生 因为我们都住上海嘛 未来的话我希望可以就是 有机会多和你多联系 先从朋友开始做起 有机会很有幸参加这个天猫的双十一晚 我会和他一起去 希望未来我们可以 今世有缘相伴永远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 我在想下了台 是不是会交换一下手机 相互把疫情都删好 你说的这个正是我此刻在想的 他刚才选择之前 我就犹豫我要不要说两句什么 他说我想这个时候说什么 都不太厚道不太合适 我就忍住没说 但是我满脑子想的画面都是 两个人谈恋爱开始 来 手机打出来 不想删一删对方的东西 这是多么变态的一种恋爱 祝他们幸福 祝他们幸福吧 对 其实我在想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 对方是只爱自己的 但是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有没有 让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你的初衷 你就把这个删了 他就能多爱你一点吗 所以如果是你要爱他 你就用正常的途径去表达爱 或者让自己变得更让他值得他爱你 而不是去用这种手段去控制对方 不管 删了再说 这个放弃自己所有的隐私 并不能换来更甜蜜的爱情 对不对 对 可以进入报名页面 直接报名参与原来《非诚勿扰》 报名可以通过百合网 这个网市集加油网站 或者现场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